大家好,我是咕咕 今天和大家一起看大人坛波罗第三季的第六集双重线索 这天贾探长遇到了一起棘手的案件 他有幸冲找到波罗请求他的帮助 这是一起关于珠宝的失踪案 嫌犯在短时间内也续做案三起 最让贾探长头疼的是 嫌犯偷切的对象都是大惯显贵 这让上级给贾探长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 如果不尽快破案的话 贾探长很可能就要饭碗不保了 道歉案对波罗来说并不是什么棘手的事 根据凶手的作案频率 波罗相信不久后罪犯就会再次作案 果然几天后他们就接到了第四集偷协案的报警 这几集盗窃案棘手的地方在于 犯人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的线索 珠宝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半 这次也不例外 案发当晚 男主人突突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现场邀请的都是自己的贵宾 只有在别墅附近巡逻的小警员报告说 当晚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流浪汉 但是他很快就离开了 自己便没有追上去 小团长破案心切 责怪小警员很可能是把犯人给放跑了 波罗劝说道 犯人不一定来自外部 是夜会内部人是做的也说不定哦 来到珠宝失窃的屋子 波罗发现了现场显眼处留有一只白色手套 和一个印有英文字母BP的空烟盒 经过突突的指认 白色手套属于夜会上的宾客小白 而那个空烟盒就不得而知了 波罗觉得原本不留痕迹的犯人 这次却留在现场如此醒目的双重线索 一定是想混淆警方的注意力 正在谈话时 门外一位女士正好来拜访秃秃 波罗望向这位举止优雅神态端庄的女士 胸口似被力剑穿透般陷入了爱河 这位女士我们就称呼她为奄奄吧 毕竟波罗和盐配一年嘛 陷入爱河的波罗 要比小黑这种异宪爱的人士 表现的剧烈得多 波罗把案件和快要失业的贾探长都抛之老后 并等多的小黑和林蒙 也是十二分的担心 担心波罗即将为了爱情解散侦探事务所 他们退休生活是否要提上日程吗 在失业前 两人决定帮一帮快下岗的贾探长 他们接着之前第四起盗契案的线索 了解到 那天晚上只有四个人去过珠宝所在的屋子 第一位是不差钱的土豪大叔 很快就排除了嫌疑 第二位是奄奄 自动忽略 第三位是最可疑的小白 现场留有她的手套 她名字的缩写正是BP 最后呢是贵妇 她出身很高贵 但似乎最近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 顺便提她的本名缩写也是BP 另外一边 波罗正带着心爱的奄奄参观博物馆 两人不仅志趣相投 身世也颇为相似 他们都是因为战火被警离乡 波罗来自比利时 奄奄来自俄国 两人聊天时讨论到了珠宝盗窃案 波罗带着轻松的口吻说道 想要突破这起案件并不难 只要查一查这四起案件上 重叠的宾客名单 嫌疑人自然就会浮出水面 波罗这边说的挺轻松 小黑这边还是一头雾水 他把嫌疑锁定在小白和贵妇的身上 但很快都被波罗一一否定了 小黑有点气馁 波罗提醒小黑 问题的关键是 那晚刘老汉为什么会出现在秃秃家 而这个问题 建议小黑他们再去秃秃家才能够搞明白 波罗虽然决定不插手这起盗窃案 但也并没有完全的置身事外 他找到了同行 另外叫侦探事务所那儿 委托他们助自己一臂之力 小黑和林蒙则听取了波罗的建议 来到了图图家附近调查 正疑惑波罗为什么觉得 在这里可以找到嫌犯时 就发现了鬼鬼祟祟的流浪汉的身影 小黑刚想上前问话 对方就举枪朝小黑这边射击 好在小黑只是受了轻伤 流浪汉则趁机开着豪车溜走了 能开豪车的流浪汉身份肯定不寻常咯 知道小黑受伤的波罗很是自责 虽然有预感流浪汉会出现 但却没有想到对方如此凶残 看来是时候亲自出马了结这起盗窃案了 来到了图图家 波罗先前情干要的排除了土豪大叔的嫌疑 接着是奄奄 同理也排除了小白和贵妇 现在的嫌疑就指向那个流浪汉了 屋外的窗边有可攀爬的藤蔓 流浪汉很有可能就是从那里进入室内盗窃 但奇怪的是流浪汉偷窃完了 为什么还要再回到图图家 波罗解释有可能是他行动没有完成 在那晚逃走时他太过匆忙把珠宝弄掉了 所以想返回寻找 打探长听到后飞奔去窗边 果然在藤蔓边上找到了丢失的珠宝 虽然流浪汉的去向不得而知 但追悔了部分珠宝也算是比较圆满的结局了 案件告破 比较意外的是 波罗却并没有想要和奄奄进一步的发展 反而督促奄奄离开自己 原来之前解密的案情都是波罗的自打自引 那个流浪汉正是之前请到了同行假扮的 为了就是给盗窃案交代出一个凶手 从而掩护真正的犯人奄奄 其实不能看出奄奄的嫌疑是最大的 他就是那位出现在美妻盗窃案现场的人 波罗也早就察觉到了 但为了给女神一个脱罪的机会 设计出了一个流浪汉的凶手 好在女神也是一个聪明人 在波罗揭穿自己后 很配合地交出了第四起偷窃的账物 给这起连环盗窃案一个相对完美的交代 波罗虽然对奄奄异常的欣赏 但是身份的对立 让波罗明白两人无法走到一起 他对奄奄最大的宽限是 不可以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犯罪 所以必须送走他 临走间他送出了现场发现的BP烟盒 而BP正是奄奄而文明的缩写 本集完 想起波罗曾经说过 如果自己做罪犯 就没有警察什么事了 这次为了袒护女神 波罗确实是完美地破过了贾探长一心 但波罗竟然首次袒护犯人 这还是我们印象中严谨较真的波罗吗 或许是偷窃在他的意识里并不算是大罪 对象又是自己心爱的女神 所以格外的宽容吧 说到奄奄 虽然他和波罗各方面都很合拍 但我个人感觉 他利用波罗成分比较多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在波罗眼皮底下 已经藏立不了多久了 所以在和波罗的交往中 有意的拉近彼此的关系 这一切多少处于真情 多少处于为自己流口路 就不得而知了 他们的感情纠葛 其实还并没有结束 在后面的剧集里 他们还会重逢 这时会有所要遗奇的案件在等着我们 我是咕咕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